哈佛H6这款车大家都比较熟悉 国产SUV里的销量王 称霸销量榜多年没有对手 哈佛H6以往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一款综合性能不错的驾用SUV 跟性能什么的基本上不沾边 但是今年广州车展哈佛推出了一款全新的H6 0到100公里加速不到8秒 100公里的油耗却只有7.1升 让人彻底的改变了H6固有的印象 这款新车就是哈佛H6GT版 其实哈佛H6GT的外观与普通版本相比 变化不是很大 前脸上的主要变化就在于雾灯区域 棱角更加分明的雾灯区和保险杠 让哈佛H6GT的前脸变得更立体 更具运动感 看起来没有普通版本那么臃肿 非常漂亮 车尾的后保险杠加入了银色的护板 除此之外外观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2020版哈佛H6的造型 只是座椅的配色和样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另外就是新增了方向盘加热 座椅加热 以及全景影像 车道偏离和并线辅助等系统 动力上则使用了2.0T的挖动机 224马力385牛米的扭矩 传动系统则为7速的10式双离合变速箱 哈佛H6GT的预售价格不便宜 13到14.1万元 虽然哈佛H6GT的性能不错 但预计它的销量可能不会像预期的那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